Hello 大家好 我是包仔 歡迎回來堅仔跟進馬 2020年最後一次谷草夜馬 就在昨晚上演 九場賽事裡 三位騎士各領封蘇 雷神三 win 拿騎士王 潘頓 蘇冥良各自喜媽 不過蘇冥良又要停賽 又罰了兩天 前前後加上已經罰了四天 另外 何宅耀 蔡明少各取一 win 其餘的騎士都要加把勁 田泰安今次將會復出 看看有沒有機會爭取頭馬 而昨天要跟進的馬 都不少 不如這個時間 先跟大家說回昨晚的賽事 有什麼值得跟進 我們回到堅仔香港唱馬APP的介面 如果你免費下載了 你的手機平板電腦之後 不知如何找回之前的賽果 再打開 左上角有三滑 按回之後 見到昔日賽果及派賽 在這一欄裡面 再按就可以找得到 昨晚菊草的賽事 早幾天可能都比較乾燥 所以場地 指數一早算是2.69 公佈出來 去到開在前 更新一次是2.7 縱使下了一陣雨 但是場地也是偏快 昨天的特色 沿途 沒有難 沒有命 所以 守好位貼難走的馬匹 都相對好處 大部份 如果見到昨天 洩位的馬匹 你都可以先 當這場賽職 都減去一半 不要說看得太實 而 首先跟進的馬匹 就是第一場 這個四號馬的明德之聲 打開之後 按旁邊的欄鐘 就可以下筆記了 按開之後 我自己已經記下了兩件事 首先 在這個日子裡 12月23日 即昨天的賽事 賽日 不理之外難 剛才就說 貼難 昨天就著數到暈 另一方面 這場馬的步速 其實不太適合 這隻明德之聲跑 所以他也是慢步速的受害者 在這個時間 我們看看 昨天的頭場時間 賽事片段 一起步的時間 11磅 這隻就是明德之聲 你看到巴道 都很努力 看看裡面 不如給位置 但是 這裡 第一個彎 本欄鐘 裡面有雷神 精彩飛動 又有牙照 好位 之後還有 黃心的視像傳奇 有一個 車身 就迫 明德之聲 就出了三碟 如果大家有下載 或是 看直播的時間 都看到頭場 波仔 沒有選擇明德之聲 為什麼呢 不是他不適合 不是沒有狀態 也對上兩場 贏得好 不過 今次 昨晚的頭場 比賽 適合了幾隻 四六五的馬匹 例如 贏馬精彩飛動 近幾場 沒有用力 然後 上攻堅 還有加州 明俊 都是這四班 可以近的馬匹 所以 今次 明德之聲 所預算的對手 較比之前的三場 是強了一點 還有 就是怕 這個十一檔 蝕不到 一個半斤坑 這個位置 就好自家尾四的區 剛才說 步速 就不太快 巴道嘗試 在彎位裡 加速一點點上去 但是 始終 他是一隻 都要撻的馬匹 因為之前那幾場 他是跟的比較前些 回到來的時間 你可以見到 最開心 貼欄 橙三精彩 還有飛動 又是圓蘭走 三隻 包 三彩馬 都省了腳程比較多 而明德之聲 在這個外檔裡 都是越撲越近的 你可以說 外面還有一隻 走王烈焰 都是衝得很厲害的 為什麼不跟進呢 但是 走王烈焰 都是跑得好 但是 明德之聲 始終都是當打當銳 一些 加上馬防 今季 和坊間拍攝 越來越近 這個距離 這一類有 有當銳 又轉倉馬 相信 一個招牌 應該有那麼 散那麼 即是 我相信下一次 沒有了 四六五的對手 又或者 遠回原班 五班馬 明德之聲 排回好位 形勢轉好 都有機會 再贏一次 所以 寧願跟進一隻 比較側身 當打些少的馬匹 好過走王烈焰 好了 說完這隻 明德之聲 之後 再看看第四場 第四場 先看看頂頭的段速 以一場 一千米的賽事 頭兩段 開34秒56 比比安斯坦 都慢了五線一 其實都是偏慢些少 因為這場馬 原先有彭彭腥 銅 幼幼 炮子 膽 應該都是很快腳 走板聲 退出了 再看看 待會 早段的取緣 想要跟進的 就是跑第四 神州風範 這個時間 又看看賽事重溫 排八檔起步 就是神州風範 你見到 起步不算太慢 但是 可能 兩三個手勢 就把馬在後面 抹黑 蝦蝦 放在內檔 結果 一個較為被動的位置 你看到前面 只有雷神一隻 炮子膽在前面放 家印同友 起步已經不快 前面 旅遊拿督 和開心好有山閘 所以 同友又上不到 結果潘盾這場馬 就逼著要跑 斷速方面 操控在炮子膽身上 看看 神州風範 三個仔尾三個 雖然 圓蘭 省了很多位 但是 起碼 是整組馬 裡面 叫做後置那堆 改善位置最多 這匹馬 看回 他在外地 贏那一場 其實 他不需要留得太後 可以跟前 甚至 擺頭的那堆 來跑 其實上一場 他已經 繞過大彎 有點走勢 所以 連續兩場 都見到有追勢的話 代表 他的健康 又或者適應水土方面 都已經有不錯的水準 呂健威 今年 都幾多在谷草 有交到成績的馬 相信 他不會立即轉場 這隻馬 都應該繼續在老程中攻堅 因為管得店都交代了 好了 在神州風範界 現在的爛中位 裏面 又做一些筆記 這場馬 他在斷速方面 在走位 都是一個 慢步速的受害者 給他一個 紅色標示 我自己覺得 紅色下一次 一望到 就是 蝕了某方面的東西 所以 記得儲存了他先 還有 記得要按個示範 不是 做了筆記 沒有 消費 好不行的 好了 這次 兩場 有兩隻跟進馬 跟大家聊過 之前 還有一些跟進馬 跑得怎樣 好像頭場的 靚子晶 其實 我前一場已經跟進了他 就是 這場 214 接著 231 2200米 交到第三 昨天的短速 不夠快 加上1600米 我覺得他真的有點慢腳 所以 這匹馬 跑回1800 甚至再長一點 這個路程 我覺得 更值得去跟進 而另外 第三場 那隻 傳中 之前就一直 馬上跑泥地 介紹他那一場 都是泥地的賽事 即是223 快放回來 直路走內蘭 也不是好 所以 就跟進他 但是他保不出剛剛的泥地 結果過來這場 谷草跑千二 起步兩三個手勢 搶不到 頂頂頂頂到後面 所以我覺得 昨天那場 他都沒有什麼用力度 而還有一隻 更加慘烈一點 就是第七場 那隻 喜盡區 因為上一次 介紹給大家 這隻馬 已經的司警署 谷草一利 快步速回來 還跟得住 但是 昨天那場 第七場 臨場 退出了發場覆升 結果勞動創造 操控了所有的步速 而喜盡區 在彎位 走一點 不走一點 走下不走下 結果回到直路 一樣 衝得好 再看馬法分段時間 其實他不斷 可以做二十三秒頭 二十三秒零五 所以 確認再一次 在1650米中 追得好 上星期的喜盈寶 以及這隻喜盡區 兩隻來計 我覺得這隻喜盡區 應該贏馬的機會 或者先後 應該會比這隻扣淚 或者銅鑽馬 所以這隻喜盡區 應該都可以繼續跟進 看看巴道 還有沒有這個稅拳 好了 講完一大堆 之前的跟進馬 接下來星期六的賽事 都有之前波仔 所跟進的馬匹 例如 第七場 紅色那兩隻 博阿有威 超好日子 因為中了出賽提醒 博阿有威 強組 上一場是225 另外 這隻超好日子 上一場大彎 跟個快步速都肯追 這兩隻 都應該是比較突出的馬匹 好了 都講完完 之前跟進 或者接下來的賽事 先多謝大家的收看 除此之外 之前波仔也和大家說過 有一些大手升跌 新的功能 推出給大家 大家還未知是什麼 不妨 稍留一會 稍留 因為我們有個廣告片 就是介紹大手升跌 究竟是什麼家科 好了 如果昨天有什麼跟進馬 或者接下來賽事 有什麼想和大家一起聊聊 不妨在這條片下方留言 還未訂閱我們YouTube Channel 的朋友 有個紅色訂閱鍵 按了之後 按下旁邊的鈴鐺 我們有直播 有跟進馬 有新片等等 都會即時通知大家 好了 今集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記得 收睇著我們的節目 下次節目時間再見 拜拜 你只要肯賽前花十分八分鐘 看看堅仔的大手升跌 你就立刻知道 哪一隻馬 從頭到尾都被人落飛 這樣就可以搭大戶順風車 順風順水 贏大錢 落飛馬有多準 不用我說 你們一定知道 但你平時在集前 有這麼多隻落飛馬 哪隻才是真的 你就一定不知道 現在你只要用大手升跌 看完由開飛 去到開跑期間 所有的大戶飛 哪隻集前落飛馬 真正博殺 包你即時知道 預期自己繼續刨刺 跟手見到隻馬又沒有飛 最後又不去馬 倒不如跟大戶的真金白銀飛 買一隻博殺馬 包你贏面也高幾倍 這些功能 放間閒閒地收你幾百元一日 還沒有堅仔那麼快 那麼專業 我們現在只要跟堅仔月費 每月168元 全部給你們看 平均每個賽日才20元 20元 你看這位用戶 他就是用了我們大手升跌功能 隨便隨便跟了一場大戶飛 幾個月月費 立即就找回 20元 你就當買來看看自己刨了那隻 臨場有沒有落飛 沒有的 你就不要買 幫你省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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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即時送你一部10寸高清平板 給你拿走 即是全年任用堅仔加上平板 每月才收你168元 真是抵抗的 平板當然是用來看堅仔 手機就開著馬匯APP 一見到落飛 即時就可以投注 這樣才夠快可以雜錢捉得中大戶冷飛 未來一年 你想繼續自己刨餐死送錢給馬匯洗 還是搭大戶的順風車齊齊贏錢 你不會不懂選吧 是不是很想立即就訂閱我們堅仔 快點打來55361016和同事聯絡 Whatsapp也可以